美國即將實施新規定,要求6個穆斯林為主要人口的國家的簽證申請人士 必須與美國的家人或企業有緊密聯繫,才有資格入境美國 美聯社和路透社星期三晚上都看到國務院的電文,但未有公開發表 電文中解釋了駐外市領館簽證官在審查伊朗、利比亞、索馬里、蘇丹、敘利亞 和也門人的簽證時需要遵循的原則 緊密的親屬關係包括人在美國的父母、配偶、小孩、成年子女、子女配偶或兄弟姊妹 不符合要求的親屬關係包括祖父母、孫兒、孫女、外孫女 父母的兄弟姊妹、兄弟姊妹的子女、堂表兄弟姊妹、兄弟姊妹的配偶、未婚夫、未婚妻 以及其他縣親 符合要求的商業關係必須是正式的,登記在案的 不能為逃避旅行限令而專門建立,酒店預訂 這類證明不符合要求 美聯社的報導說新規定將會在華盛頓時間 星期四晚上8時生效 如果無論如何選擇 主要想分享 聖局